OK啊 那么前端这个GS说完之后啊 下面呢 哎 回答一个疑问啊 就在这个疑问呢 时候呢 我们说 找到这个cutviews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说用户不登录 是不是不能让他添加这个购物车记录 对吧 那么之前呢 我们写过一个 mixin的一个类啊 叫做login required mixin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为什么不用它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注意在这里面 想说 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 你如果用了之后 它的情况是什么啊 然后找到我们这里面 假如说我这边不做这个判断啊 我不做这个判断 然后直接先注视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就把这个类倒过来 直接是from我们的 youtube .mixin import我们的 login required mixin 对吧 我要直接让他先继承一下 他 好继承一下 那我们说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哎 是不是你用户 如果没有登录 对吧 我就给你跳转到这个登录的页面啊 那么现在你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退出它 对吧 退出之后啊 那么注意我在这里面 我回到我的首页啊 我随便点一个商品 我要添加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要加入它 对吧 加入它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 我没有登录 没有登录的话呢 你注意啊 点击加入构置 哎 那你注意这边有没有反应 你有没有跳转 登录页面 对吧 那么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呢 登录页面有没有跳转呢 确实跳转了 在哪呢 右键啊 检查 找到 Network啊 找到我们的Network 然后在这边 直接呢 点击 加入构车 哎 你注意一下啊 看到没有 是不是先访问一个爱的 再访问这个loggy Next啊 等于cut点 对吧 但是浏览器确实访问了 但是你的浏览器上面 你就看不到啊 那注意点开之后 哎 这就是我们给我们返回的登录页面 对吧 那么 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啊 为什么不能用它啊 我们你注意啊 这里面你记住一个啊 RJX发起的请求都在后台啊 RJX 发起的 请求 都在后台啊 都在我们的后台 你在浏览器上面 你是看不到这个 效果的啊 就在我们的浏览器上 在我们的浏览器中 看不到 效果啊 看不到效果 所以在我们这边 你不能去 使用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不能使用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mix in啊 因为呢 你即使它浏览器确实访问这个东西 你也看不到这个登录的页面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不能去 继承它 而是呢 自己在里面呢 做一个 判断 判断完之后呢 给它返回一个相应的 Json啊 给它返回一个相应的Json OK啊 这里面是这一点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给它说一下 好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的啊 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前后端交互的一个过程啊 那么你注意啊 就是在你开发的时候呢 哎 你可能是这个 前端开发前端的对吧 后端开发 后端的啊 哎 那么关于这个前端开发前端的 后端开发后端的时候 你就需要呢 去确定几个东西啊 这几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在这里面 哎 我们把这个直接关掉啊 直接关掉啊 就在那边 你添加购物车这边 我们以这个例子 给大家说明一下啊 前后端开发的时候 你需要确定几个东西啊 首先 确定前端呢 是否会传递数据 对吧 如果传数据的话 它要传 什么数据啊 采用什么 格式啊 这里面是你要确定的啊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确定前端访问的方式啊 那么访问的方式呢 我如果是用阿杰克斯的话 对吧 我是用这个 get还是这个 pose啊 好 这一点你要确定啊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确定返回给前端的一个 数据 哎 给前端返回什么数据 返回的格式呢 是什么啊 这是我们你需要去确定的啊 就你跟前端去配合的时候 你需要确定一个东西啊 就这些数据 你都需要确定啊 那你比如我们这边的吧 我们先写的这个后台试图 你假如说啊 后台是我们写的 对吧 假如说后台是你写的 前端呢 又一个人写的 那么你俩呢 分工协作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事先有一个对应的 确定这些东西 对吧 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说你在你的事图里面 你怎么去接这个函数 你都不知道他pose的 还是get的 发起的 你能不能接这个函数 对吧 你是接不了的啊 所以呢我们说 你在事先之前 你需要呢 去确定这个请求的方式 好确定请求方式之后呢 另外呢 你还要确定 他有没有传参 如果传参的话 传过来的参数 叫什么名字 对吧 你就知道怎么接收了啊 接收完之后 那么你在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啊 返回一个对应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格式呢 我们说 你返回给前端的这个数据格式呢 你也得让他知道 对吧 你不让他知道 你说他在这边写这个 处理的时候 他请求给你发出去的 他最后在处理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返回的结果 代表什么 他是不是没有办法做处理 对吧 所以呢我们说是这几点啊 你需要呢 去确定一些东西啊 就确定我们所说的这个东西 哎 这三点啊 前端是否传递数据 传递什么数据啊 什么格式 前端访问的方式是啥 是get还是pause啊 然后呢 确定返回给前端的数据 以及数据返回的一个格式啊 这是我们你需要呢 去确定的这几点啊 这几点 OK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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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